三个钟产浪,今天我们要讲欧建外国势力 其实专谈一个国家,就是美国 近日,美国好像疯了,从来都没有聚焦讨论香港问题 不单指,梁振英也有引用《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Wall Street Journal》、《Fox TV》、《CNB》、《CCN》 全部都有做过关于香港的特輯 很难找到一个美国政客,是没有提及香港 由最高的特朗普,不停推出推特去讨论香港 Mike Pence、Pelosi、Marco Vivio、John Poulton 所有美国客客有名的政客,全部都以香港来说 当然,他们所说的东西,主要集中一件事 你们中国解放军,一定要三思而有行 不要乱直接插手香港事务 当然有时事评论员,不算是时事评论,香港很多传媒都是 突然间,美军来了大陆,出现了很大的幻想 首先,这个现象大家如何看 第二,有两个法案,Kelvin有分析过其中一个 我仔细看过另一个 一个是美国及香港人权法案 当时也说,只要香港2020年没有普选 美国便会制裁香港 在2020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 特别有一段写香港 香港要与土耳其看齐 就是引用在制裁土耳其的方式,一样可以套用在香港 包括制裁官员的出入境权利 凍结他们及家人的资产 一看形势大好,先看看你们如何看这两件事 之前有讨论过《人权民主法案》 没有什么新的观点,提醒大家 那个法案从来2020年是多鱼 整个法案里有提及支持这件事 只是支持而已,如果没有的话 一定要否则制裁 是的,首先没有说这件事 另外,他说他想做个修订 不是逃犯条例修订,是修订之前的政策法 之前政策法的修订,主要是加入一些跟人权有关的元素 不是以前写在这里,就会一直是 加了一些观察的条款里面 是的,只不过是你不乖,或者所搞你的时候 就拿来出来烦你,跟你说假 就会在一个,都没有说具体 总之你没有2020普选,我就制裁你 没有这件事 最多是我们原则上是之前,最好在2020年有普选 但有很多传媒的评论,就搞错了 就觉得,哇,这次就糟糕了 没有2020普选,我们香港就会被取司令加法了 就是有心,或者比较乐观地去看 第一个的时候,因为其他人在报道 没有一个人会真的看过法案 是的,我看过 周卿大师,你怎样看出勾结外国势力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样 纯从一个历史上来看 就是勾结外国势力,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你不勾结外国势力,就不会成功 但是勾结外国势力,就是卑鄙 你勾结外国势力,每一个勾结外国势力 就是说,每一个勾结外国势力 没有勾结外国势力,就一定失败 因为实际上,面对现在的政府,实际上太强大了 于是,你如果不勾结外国势力 包括当年的德国和俄罗斯 你不勾结,你都没有可能成功 没有一个外国革命机,近百年 可以完全不勾结外国势力 中国的勾结外国势力 但问题是,当你勾结外国势力的时候 你必定要还债 所以到最后,你必然是要卖锅 你做了的东西回来,你就要还债 所以到最后,你就要出卖自己人 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paradox 到最后,大家都是勾结外国势力 然后就成立罪,然后违反 原来他才是最质的人 其实这个是不停会发生的 所以,这件事从来都有存在过 但当然,我是纯粹在现实 现实就是这件事会发生 我不会同意或者反对这件事 我只是很客观地说 你勾结外国势力会有这种状况 我就这样说,你香港人不就很矛盾 一方面,你又不想被中国有口杀 就说你勾结外国势力 因为你说一勾结外国势力 就可以提升到颜色革命 就会阻押你 所以,我还记得在九龙当时 有个集会,有人举美国旗 立即被现场的愤怒群众收起 你现在是否给一些藉口 人们说你是颜色革命 你是鬼 但另一方面,你会发现这些同一班人 又会很鼓励你去签那些白公联署 签够多少名 你可以引起国际关注 香港人不是一种矛盾 你又怕惹怒中国大陆 但你又发现,如果不去找外国帮助你 你又怕痛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 虽然我同意 但我同意你的事实描述 但我不同意的原则 因为又吵又怕痛 这基本上是人类的天使 所以实际上 正如国家的层次来看 他之所以最反对你勾结外国势力 因为他真的有用 因为他真的有用 但问题就是 同时你勾结外国势力的时候 他们的确会打你比较重 因为他真的有用 这个就是矛盾 你又怕别人打击,你会打得比较重 但你又发现你不勾结外国势力 根本就不会成功 但问题就是这样 你接下来打得比较重 我又真的不过去打 我又真的打得很痛 这个就牵涉到抗争原则问题 我就不想深究 永远都是有这样的问题 你反抗越大 你当然会镇压的力量越大 但如果你不反抗 你一样会被人镇压 那你是选哪一样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我写了几篇文章 究竟这件事是依于胡底 你打total war 还是打blankmanship 这个问题就是 你要去到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你是最好处的 即是被打得最少 而你是能够反抗最大的 那个位置 你要 catch 那个位置 我又不想拉太远 这个就有时间讲 然后你就讲 有很多人自以为 用一个最有效率的 就是那些禁销 那些 你以为很有效率 但实际上就是最没有效率的 不过我们拉远 即是拉开这些事情 不要说 或者找另外一次的事情 我最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 喂 现在究竟那些举美国旗 联署是否有用呢 最低限度 就是Fox TV那些主播 喂 我们现在看到有人 竟然在香港现场 撑美国旗 接着报道这个新闻的人 雙眼红了 猜不到我们这些自由民主的思想 都会在香港是可以体验得到 猜不到香港人都没有忘记 我们香港美国这个基本的 民主自由人权价值 那你现在看都有用 我会这样看 我猜它是 都举了一排 它不是说没用 只不过是 它谈定数的话 它多几个原因 多几个画面 去支持它 全部的谈定数 即是这样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去举香港旗 或者在其他地方去举五星旗 我想你都会多些香港报道 或者是大陆的报道 即是毫无疑问 这个一定 即是你举别人的国旗 你现在无端端在 你现在这样说 你在香港举五星旗 大陆都会报道 或者你在外国的报道 即是那个报道 你在其他地方去举 那个国家的国旗 一定在那个国家 获得更加廣泛的报道 这个毫无疑问 你现在无端端在香港 你这个示威 你在那里举俄罗斯国旗 俄罗斯人都会支持你 实际政策上 就要配合他 究竟是否有他们的利益 当然他也会有一些关系 例如我说 Fox TV是一群右派 他很把持住 特朗普也是每晚 推出Twitter之前 你会看Fox TV 你便发觉 原来你举摩期 令川普最喜欢看电视台 其实国际关系就是这样 很多很复杂的事情 你预料不到结果 即是机场那样就是 你太多人将它简化了这件事 经常都觉得 我们用一些很复杂的政治理论 或者我们要看看 哪个哪个领事 其实不是的 有很多事情 你便先做了 所以不要觉得做这些是没用 当然做完之后 效果是正面 反面效果 至少有一件事 就是成本很低 不是的 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成本很高 因为你给了一个藉口 这个共产党 将它污名化成为 一个外国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 看成本高还是低 都是要看你用什么策略 去国际衡量 但anyway 我觉得 大家如何看美国将来 或者短期内 他对于香港的情况 会有什么原则 有什么底线 或者他会打算做些什么 都是他不想看到冲队兵 好像六四时候的场面 我给大家一些参考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说 搞什么一地两检 没有人会关心 没有外国的市场 你这样影响了什么 香港什么 或者DQ了一些议刑 但是送中条例一出 所有人都出声 但是你会发觉 他们出声都有一条界线 就是当林郑一宣布暂缓 全部都已经收口 或者反过来说 香港不应该出现这么多暴力事件 这次是另一次 就是当解放军在香港边境集结 所有的外交史节 或者政府突然间跳起来说 喂 不是啊 你真的要三思而行 你做了这件事 可能是回不了回头 不是啊 做一次就没事了 所以我就想问 你们觉得那条界势在哪里 当然我们都明白 外交、国际、国际、世界 全部都是教育催水的 有说十样东西 其实可能最后一件事都不做 我想全部最重要的都是利益 就是大家不会为了 就是不要看香港的国际那么重 觉得大家会为了一个 叫做 美国会有一个意识人 是为了帮人 会牺牲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一件事是没可能发生的 那它的国家利益就是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矛盾 美国对香港对台湾都是相同的状况 就是 它希望维持人状 就是不要讲那么多事情了 不要不折腾 就是胡锦涛那样 就是可能有少少变 就是你 我希望稀少一点点 我稀少一点都没有用 因为香港独立做都没有用 你台湾独立做都没有用 就是对它来说 对它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好事 你维持着个模糊 而拉我近一点 就是 这个是美国的基本立场 所以这个是它 那它当不是太大事 而它要牽出代价的时候 那它就不做了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香港发生了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 有商机 第一个状况就是 当它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方 它不出声的话 以后它就不能就香港问题发声了 就是它如果它不说 今次它不出来说些东西 它不出来做些东西的话 就代表它已经是 好像接受了你在香港做任何东西 我都不会出声了 整件事这个先例是极坏的 即是当香港发生这么坏的事的时候 它一定要多多一点点去出声 如果不是以后 就是 中国将它 take it for granted 它不会让你做一个 take it for granted 原来你做任何事 我都不说话 那还可以的 我一定要大力去做这件事 证明我对这件事是会说的 你不要以后你小心一点 即是不管它有没有立场 有没有立场他都要说的 我看法就是说 譬如说 港老明开了一段时间 就是说他不想 解放军下来香港 有这个画面出现了 那这个事情 我想是大家都相信的 解放军下来香港 只有一个人有利益 就是蔡英文 除此之外 全部人都没有利益 但是你说 如果去到想多了 去到真的要2020 甚至乎 一般来说要有双普选 这些我就不觉得 美国会很care 就是很大力的事 他不是这么说 他希望有 但是他希望 他不会做事 他不会有 effort 因为整件事 好像希望世界和平 整件事 他美国如果希望有 但是如果做了很多工作 他会违反一些 国际惯例 违反一些国际法 违反一些国际法 因为似乎香港内政来的 所以他只能够 自己的事情 因为没有发生 香港从来没有商武选 你只能够说 你变了 我就能动声 但是不能够 你不能够 你不做出一个改变 你知道香港维持现状 美国是没有办法出声 最后我只是说 我也同意一件事 就是 美国和欧美喜欢的东西 从来都在一个模糊的范围 有很多人说 美国帮我们 我们就会有商部署 当然就不会 又或者 就算解放军来香港 美国都不会出手 我也是不同意 他从来都在一个模糊的地方 有时可能是 你中共踩前了少少 我引你 有时可能是反过 现在的示威者要求多些东西 他可能会支持你 一定是在这一件事 所以不要经常想 在美国来 一定会解放到香港 又或者解放军进来 欧美都一定会就手旁 一定不会是这两个极端 但另外当然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 虽然你说 美国在香港的利益 未必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但是 反过去看 有时他想搞中国 他亦有很多事情 可以在香港做 他不一定要要求香港有商部选 他就是制裁一下你的高官 好像我们刚才说 在2020的国防议案 在海外的资产 我只是审查你的高官 亲戚的美国居留权 都会有一段时间 有害怕和烦 但又要反过去说 我刚才说的 2020的国防法案 科学国防授权法案 其实也有加最一句 就是完全没有法律约出力 大家不能只看下面那句 已经濕透了 但你要看上一句 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这些就是外交的征税所掌 从来有些东西是不会说死的 世界大战为什么会打呢?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说死了 说不死这件事 从来都是世界外交的一个普遍 你不知这件事 就一定是会评估错误 好,今天就到这里